黎巴嫩很多地方是截廉發生大規模的通訊設備爆炸事件 造成大量的人員傷亡 事發之後 黎巴嫩真主黨 將爆炸事件歸咎於以色列 直至現在 以色列方面 未對這件事公開發表任何評論 紐約時報18日 在一篇報導中爆出了猛料 有12名 聽了有關襲擊情況 一些現任 以及前任的 國防 情報官員 直接指出以色列 是這件事件的幕後黑手 並說這些行動 既複雜而且醞釀了很久 美國媒體說 發生爆炸的全夫機 成為了以色列製造的 現代的 特洛伊穆瑪 穆瑪圖繩記的穆瑪 紐約時報就說 以色列曾經多次 通過定點襲擊 暗殺 黎巴嫩真主黨的高級成員 這樣 令到黎巴嫩真主黨 意識到 以色列 用手機網絡 對真主黨的成員進行 精確的地位 所以暗殺到他們 因此 黎巴嫩真主黨開始 不用了 盡量用 全夫機 減少用電話 這種設備雖然 全夫機功能有限 但是可以在 不洩露用戶的位置 這些信息的情況之下 進行通訊 不過 這樣也使得以色列的特工 發現了 可成之機 以色列啟動了一項計劃 成立了 假務的國際傳夫機生產商 成立了一些 空殼公司 報導說 總部是位於匈牙利的一家公司 叫BAC資訊公司 正是以色列 成立的這間BAC正正是以色列 成立的空殼公司之一 這間BAC就跟台灣的 金阿波羅公司 簽訂了合同 生產通訊的設備 根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報導 17日 黎巴嫩大規模全夫機爆炸事件相關的 時候看出來多張的圖片都顯示 那些炸爛了受損的設備 都是帶有金阿波羅公司的標識 而 後來金阿波羅公司回應 他們跟一間 叫做BAC 歐洲代理商合作了 接近三年 部署多久 根據合作的協議 金阿波羅公司 授權 BAC公司 在特定的區域裡面 使用 金阿波羅的商標 進行一些產品的銷售 但是 產品的設計和製造 完全是由這間歐洲公司 BAC 負責 紐約時報說 BAC公司表面上 看上去是位於匈牙利的公司 據消息人士表示 這間公司實際上 是以色列打造的空殼公司 除此之外 以色列還成立了至少有兩間空殼公司 去掩蓋 製造這些全夫機人員的真實身份 他的真實身份 實際上是以色列的特工 這是美國傳媒說的 據報導 BAC公司 的確有跟普通的客人 生產過一系列普通的 全夫機的 他是真的有做事的 有做生意的 但是他真正主要的客戶 其實 只有一個 就是黎巴嫩的 真主黨 消息人士說這些全夫機 是自己獨立 這些爆炸的全夫機是獨立生產的 電池裡面甚至有爆炸物 PETN 全夫機的電池隔離是放了爆炸物 PETN 以及一個 可以遠程引爆炸藥的一個開關裝置 報導說這些全夫機 原來 在2022年開始 是逐步運往黎巴嫩 到了2024年的夏天 有幾千台這些全夫機 是被分發給黎巴嫩真主黨的軍官 因為他們擔心被刺殺 不用手機就盡量 擔心被定位 在2024年的夏天 但是如果真的以色列做好玩 他們要掌握到情報 分發了之後 才知道是有效的 紐約時報說 對於黎巴嫩真主黨來說 用全夫機是一種防禦設施 就是保護自己的 但是以色列的情報人員 就把 這個全夫機本來想著 保命的防禦設施作為一個武器 在時機成熟的時候 就按下了按鈕 產生了作用 我們回應 剛才上方說的問題 這件事 這件悲劇 那個重點 我先不說是不是以色列做 技術有多高 技術有多高 計劃有多周長 執行能力有多 好 而是 這個問題是反映了一個底線的問題 如果 某些國家或者組織是沒有底線的話 你想做什麼都可以 就算我沒有技術 現在他那麼高技術可以裝在全夫機上 當然是好技術 幾年已經部署有空殼公司 運了進去你都不知道 就算你沒有這些周長 的計劃沒有這些高級的技術 如果你沒有底線的話 破壞力也很大 你落毒也可以 在水塘上落毒你沒有底線 毒死什麼人都不理 或者 當你控制一個地方來逃城 所以這個問題 不是技術的問題 不是計謀高低的問題 是個底線問題 這個正正 就是 回應上方的說法 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假如 這件事真的假如 以色列做的 這個策劃的全夫機爆炸事件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呢 我普通人看上去至少有兩個 第一個 他是徹底破壞了 現在 真主黨 正在用的通訊系統 因為他們慣常用這個 傳夫機 或者對港機 現在你不敢用 或者炸爛了 那麼你這個系統 已經是 撕倒了你的通訊系統 這是第一個即時看到 的效果 如果假如是以色列做的話 第一個 黎巴嫩 真主黨的通訊系統 徹底被破壞 第二個 周圍在市面上 我們看電視看到 突然爆炸死那麼多人 人心散緩 沒有了士氣 的確是震懾到 威脅到 黎巴嫩的人 是打擊到 這個 真主黨的士氣 亦都是 可以說是警告 給真主黨聽 你不夠我打的 我完全控制 我想你什麼時候死 你就什麼時候死了 就是給了一個 這麼大的 警告 叫他不要亂動 這個就是 我們普通人看上去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兩個 至少有兩個效果 第一 威脅他 第二 是破壞了他的通訊系統 儘管這兩個系統 如果 正如加蘭特 以色列國防部長 加許他的部門做得好的話 當然他在技術上達到這兩個目的 但是他的代價 可能是幾千人的性命 就算不死 可能眼睛會失明 會截肢 閉手閉腳 這個代價 實在是很大 這個國際社會是要關注的 不然我們的世界 變得越來越殘酷 沒有看線的話 下一個話題也是關於以色列的 以色列的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 英國政府 暫停向以色列發放30項 武器出口的許可證這個決定 指責 英國政府 說英國是誤入歧途 而且說這個舉重 實在上是向哈馬斯 發出了可怕的訊號 報道說內塔尼亞胡說 自從去年10月7日 這個襲擊事件發生以來 英國的新衛城政府 一直都明確表示支持以色列 相當不幸的是 現在英國現任的司紀元政府 發出了 混雜的訊號 即是不是一面倒 一直明確 閉上眼也支持 現在就是混雜的訊號 內塔尼亞胡說 提到英國現任政府 不單止 在國際刑事法院 對以色列提出的一些所謂荒謬指控上 改變立場 英國 站不穩 而且還在以色列 現在要打擊哈馬斯的過程裏面 竟然 斗膽阻止對以色列的武器銷售 當然是罪大惡極 英國外交大臣拉米在9月2日表示 英國將會立即暫停 向以色列發放30項武器出口許可證 拉米當日在 在議會下縣英國對以色列 武器出口許可證 在政策發表一些講話 他說為甚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根據英國的評估 向以色列出口某一些軍事產品 存在明顯的風險 這些武器可能是被用於 實施 或者協助 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 你看到以色列有沒有違反 這個就 大家判斷 英國的政府評估可能會 怕這些武器 會被以色列實施嚴重違反國際人道主義法的行為 所以英國 立即暫停 向以色列發放 350項武器出口許可證裏面的其中30項 即是十分之一都沒有 即是出口350項是暫停30項 已經引起 這個內塔尼雅湖如斯那麼大的反應 如果你暫停多一點還得了 那麼我解釋了 英國的Line就這麼說 暫停30項 30項包括一些戰鬥機 直升機 無人機這些軍用飛機 零部件等等 英國 可能有一點就是 太過分了 看到他們做的事情 就沒有那麼支持以色列 當然是招致以色列 馬上的攻擊 和回響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如果有關訂閱或者使用的問題 歡迎你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 多謝大家